那今天我们要宣布就有两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 那都是菲律宾入境那没有本土的个案 布立桃源医院群聚案星期四没有新增确诊者 让民众终于稍稍松口气 不过虽然只有新增两个境外移入个案 医院群聚事件的疫情防治却还不能松懈 这两天对于这些已经确定的个案 那我们大概对他的相对的一些接触者 做一些裁剪 隔离的人数未来几天还会越来越多 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隔离14天 我们现在有564人 目前有564人 但是因为开始在执行我们相关的回溯关怀计划 那所以在这几天 那就是能够隔离的会越来越多 桃源市长郑文灿指出 初步掌握1100人要进行居家隔离 不过陈时中表示指挥中心会将回溯关怀计划 分成红黄绿区依风险等级决定居家隔离 或自主健康管理 桃源市政府这边是比较取向于 就是说都把它做居家隔离了 不过我们还是就是按照风险的情况来决定居家隔离还是自主健康管理 那中间可能根据我们相关疫调人员的一个跟他的这样的一个讨论跟调查来做决定 指挥中心也说明从这次部桃医院群聚的五名个案中验到世界主要流行的D614G变异株 病毒同时带有L452R变异 罗易军表示 L452R变异是否会让D614G病毒株传播力提升 改变致病例 目前没有足够证据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黄烟 林玉堂 台湾特别报道